證任權到旺角消防局 為民參與家和大廈救火的消防員 炮火喪生的人,孫小勤報道 在距離格魯吉亞首都迪比利斯60公里的 中部重鎮哥里 平火之前受到俄羅斯軍隊猛烈炮轟 猶如死城,無辜平民死傷 記者在昌林彈雨下採訪 一個荷蘭電視台的新聞攝影師 重膽喪生,有記者受傷 親俄羅斯的武裝分子 趁著格魯吉亞軍撤離西部 阿布哈茲自治州 就坐直升機攻入自治區的科多利河谷 這裡是唯一仍然受到格魯吉亞控制的地方 他們說俄軍並沒有參與這次行動 而武裝分子和格魯吉亞軍 曾經在河谷激戰,有民居著火 為了防止尋求獨立的武裝分子的勢力蔓延 俄軍在阿布哈茲附近的城鎮組隔壁滴 部署坦克和裝甲車 又進佔警署等重要政府建築物 在歐盟倫任主席國 法國總統薩爾科齊滑船之下 俄羅斯總統梅德偉傑夫 同意停止軍事行動 格魯吉亞總統薩卡什維利 亦接受新的停火協議 俄軍和格魯吉亞軍 在衝突地區停止動武 撤回原來的據點 雙方會就南澳塞梯 和阿布哈茲的地位問題談判 又接受國際人道救援 而歐盟就可以在格魯吉亞 派駐維持和平部隊 亞洲電視記者 孫紹勤不得 請回來繼續報道 黑十屎膠發生襲擊後